大家好,欢迎收听网上编辑部的节目 今天这里有我新西兰的 以德台仰还有加拿大的家餐生 各位网友好 希望大家点赞、分享和订阅 订阅请记得订阅网上编辑部整相部和沙拉器 继续壮大纵纳模式的力量 好了,在我们目前的6节目的时间几个小时前 美国的商务部就对5家中国的实体 来自新疆的实体 列入这个实体清单制裁他们 真是非常不幸 实体清单有哪几家呢? 就有合胜贵业新疆大传新能源 新疆东方希望有色金属 新疆叠阴新能源材料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究竟是什么原因要制裁这几家公司呢? 例如合胜职业这家公司 就开采一些野金级的职 如果要能够卖到美国的话 就要求这些材料能够证明 并不是用强迫劳动所制造的 而一般来说列入了实体清单的话 美国企业如果要和公司交易的话 就要获得许可才可以的 不过这种例子 根本是几乎没什么可能的 因为列入了实体清单 还有一件事就是 美国劳工部已经将 中国生产的多征值 列入强迫劳动产品名单 意思就是禁止任何来自中国的多征值 很明显这次拜登政府这样做 又是借新疆人权问题 来实施这些贸易制裁 到目前为止 美国政府的态度也认为 维吾尔族在当地有被种族灭绝 目前已经禁止了新疆进口的棉花和番茄这些产品 也都声称当地的维吾尔人 被关进一些的拘留中心 不过这些行为 就没什么可能阻碍得到 中国的光伏行业的发展 或者会令到美国的企业难以生产 甚至销售太阳能电板 在这样的情况下 美国企业就必须要确保他们的进口材料 是符合他们的命令才行 目前在美国销售的太阳能电板 有85%是进口的 大部分是中国制造 中国、美国和亚洲其他 很多地方的公司 都有生产野金及值 所以这样的制裁 照计就不会对美国的供应 受到太大的破坏 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也在礼行记者会上说 中方对美国基于方言和虚假信息制裁 中国企业表示强烈谴责 关于新疆存在所谓劳动 强迫劳动、种族灭绝 是彻头彻尾的世纪方言 美国以方言为依据 濫用实体清单打击新疆光复、产业有关行径 又不单止违反国际贸易规则和市场原则 也破坏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中方会采取必要的措施 不单止坚决绝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老实说 这个也是一般的回应 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很多次 不过今次就换到这个 有关于光伏行业的产品 这种制裁无疑就是 我个人认为这种制裁无疑是一种变相的贸易制裁 遮忍权问题 而搞到这些供应出现紧张 甚至乎出现一些麻烦断裂 但是影响最大我个人认为始终都是美国的 美国不能够再向一些中国企业 购买高质素的原材料 这样的情况下 就会令到美国的光复行业 也会有些影响 尤其是对于希望在203年实现这个电网灵炭牌的政府来说 它将这一样 这件事情 将矛头对准中国的太阳能产业 是完全违背他们的目标的 按道理 如果你真的有心实现这个灵炭牌的话 就没有理由打击中国的太阳能产业 因为你这样 对这些太阳能产业实施制裁的话 无疑就是令到自己的成本增加 而根据行业组织内的美国清洁能源协会最近一份报告 在美国即将投入使用的所有可再生能源项目 太阳能的项目是占了一半以上 而另外 全球销售绝大部分的太阳能电板 都是依赖中国主导的技术 而这一个过程 从这个野金级席开始 而这种席通常要由新疆开彩 再加工成的多晶席 再经过几行的步骤 而这些原料也将会被 从太阳能的能量转化 去到转成一个电能 然后呢 就组装成太阳能的电磁板 而这个供应链的环节 中国是处于一个绝对领先的地位 尤其是在转化太阳能电池的晶圆生产方面 所以他们这样做呢 无意就是搬石头 炸自己的脚 影响不了中国的太阳能行业 中国的太阳能行业本身就已经处于一个领先的地位 你不买就算了 就不要买了 你不买是美国自己的问题 所以这次呢 就不需要太担心太紧张 中国也不仅仅只有五家实体清单 实体企业是有生产太阳能的 还有很多家都有做的 而太阳能这个产业 也都因此导致新疆的经济有巨大的增长 为什么会选择新疆呢 就不单止当地的天然资源 同时呢 因为始终地理位置都靠近沙漠 在那些地方采光采燃能 采光是特别好的 再加上新疆当地的生产已经发展了这么多年 整个产业链就已经变得很成熟 再加上已经经营了多年 已经主导了全球绝大部分的电池板 而你去制裁中国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个人认为 对于美国的太阳能电池这个行业 又会多一份挑战 美国追不追到上来呢 我个人认为 美国要做的都会追得到的 但是他们付出的代价就会更加高了 他们的心是想着 美国买回自己美国货来做 是这样的 是啊 也有记者访问了有关 美国太阳能产业的人 怎样想 他们担心政府会阻擾这些进口 根据这个太阳能产业协会 他们因为会员提供了一套方法 去追踪他们的生产和组装的产品来源 但是中国政府 会不会允许一些外部审计机构 去审查他们的供应链呢? 这个就不得而知了 另外也有一些 非中国的公司 就抱怨 美国这些打击行动 可能会令到更多人更加依赖 这些中国供应商 而中国的供应商也都必须提供文件 证明他们自己的货品 是在新疆以外制造的 在刚才我提及过这五个实体清单里 其中一家公司 一家实体 就叫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而这个是 对于美国媒体来报道就是这么说的 说这家实体 是国有的准军事组织 而且也管理 众多的国有农场 甚至乎企业 其中也都包括太阳能值加工的工业园区 而这个组织 就很不幸 就列入实体清单 但这个原因呢 其实真的非常牵强 如果要能够生产一些高精密的产品 你就不可能透过强迫劳动 不过美国就是以一个这么荒谬的理由 就是强迫新疆维吾尔人 拘留他们去 然后逼他们生产这些产品出来 是不可能 因为人家耍着做的话 那个品质会不差 是啊 如果品质那么差 你怎能卖出去 三招不卖两天烂 所以想一想就知道 品质差呢 就不可能 是啊 就不可能卖得出去 绝对是对的 目前 中国的光伏产业是领导全球的 那你究竟可以说 我知道究竟中国的光伏产品是品质差 还是品质好呢 品质差的东西能不能够领导全球呢 就是一个这么简单的道理 但是美国只不过是找个理由而已 所以啊 出现这些事情 究竟美国的光伏产业 以后的发展 会是 替美国公司掃平障碍 还是 会带来更大的麻烦呢 有些人就认为啦 好了 美国政府出手 禁止了这些公司进口这些产品 那我们 美国本土内的光伏产品呢 就有望啊 可以吃了美国本土的市场啦 那有些人就这么想的 那问题就是 美国公司是要时间追上那个品质啦 同时 美国的劳动力的价格 亦都相比比中国是贵很多的 他们的产品自然就贵很多啦 第二就是 他们能不能够请到足够的人手 去投入这项生产呢 其实不单止光伏行业 在过去 很多 数据已经出台了 很多的工作 就没有人去回 有些人就说 我拿份救济啊 都够吃啦 用鬼 上班吗 用鬼那么辛苦吗 但事实上呢 在美国很多不同的州份 已经将救济已经撤销了 但在救济撤销了之后 那个劳工就业 都仍然是缺人啊 为什么会这样呢 求职活动 是持续减少的 以为你撤销了一些失业救济 会鼓励一些人去做事啊 但是 很不幸啊 最新的那个 那个报告呢 是没有的 不拿福利啊 我继续躺在家里 继续躺在家里啦 哈哈哈哈 目前呢 有八个州的 失业救济金 已经减少了很多的了 甚至乎是撤销了的了 照道理呢 就希望可以鼓励多些人 出去找工作 但那个结果 竟然是没有变的 那么 也只是证明得到 美国的劳动力 是有不足的 不过 另一个方法就是 他们可以加大 他们的移民入口 请多些南美 中美州的人 去工作 如果是这样的话 又可能会带来一轮的 新一轮的社会反弹的嘛 所以这些是很难取写的 对美国来说 而事实上 美国今次他这样公布 这五个实体 是牵涉到 大规模任意拘留 强迫劳动 高科技监控 侵犯人权 虐待等等 其实就没有 拿到什么实质证据的 美国这个举措的影响 也不明确 而这些公司呢 也采取采矿啊 加工啊 建筑业务的 而且这几家公司 一向都是在 他们所负责的领域 处于领先的地位 更加不会依赖 美国的技术 所以这些公司呢 也都不会和美国做生意 说到底 那个影响是很小的 我意思是 不会是 购买美国的技术 就不是说 不会做生意 那个技术 不需要用美国的技术 本身就已经领导 在那个行业已经领导 所以今次 这个制裁呢 实际的影响 看来真的并不大 只是一个 大致太多些了 不过 关于针对新疆种种的问题呢 在去年 特朗普的政府 已经做过了 今次拜登也只不过 延续了特朗普 对于这项政策 其实 针对新疆 针对中国呢 看来 拜登会 比特朗普做得更加多 比成一个常态 比成一个常态 没错 目前 针对中国 美国走得最前 今次呢 就先针对制裁 制裁一些 本来都不多 和没有什么交集的公司 来制裁 下一次 会不会针对一些 更加规模更加大 又或者 和中美贸易 更加紧密的公司呢 这个就说不了了 还有会不会 牵涉 拉扯 其他的地方 所发生的问题 来实施制裁呢 例如香港发生的问题 现在 所有的西方媒体 都不停地 集中报道 苹果日报的事情 苹果日报的事情 是炒得很成功的 尤其是在西方国家 所有媒体都是 炒得很大 这一样东西 我个人认为 这一样东西 都是一个风险来的 话就说 中国的确确 不会怕这些制裁的 但无论如何都好 你都会有所影响的 当然有这些负面影响 怎么说 都是不好的 是吧 暂时来看 这几项制裁 就是目前 现在 这几家 针对这个光复行业 对这五家实体进行制裁 暂时就没有实际的大影响 不过 也代表了 拜登政府 是会继续 继续动手的 我个人很相信 它不会停的 看你没有什么影响 就会再动一点 就是这样的态度 就是这样的态度了 听他们现在传出来 都是想和中国谈一谈的 他现在想做回 对普京做的事情 问题就是 你做这样的事情 你是迫到中国 不能让步 是的 所以 现在是卡在一个位置 大家之间的关系 就会越来越差 是的 就是 拜登这些是 他最后都是希望中国和他聊天 但是我相信 都是要拖一轮 唉 我个人就看不到 他有什么诚意想谈 不停的 现在是传 因为暂时看到 传啊 拜登啊 好像想和中国谈 但是 你和人谈 你是不是要拿些诚意呢 你不是这样打 你不是做这样的 要撤消一些制裁 是的 而不是加强制裁 所以 现在是 会不会 拜登是被共和党 逼得紧一些呢 所以才做些这样的事情呢 这个也不排除的 是吧 那好吧 我们这节就讲到这为止 下次回来讲其他的话题 拜拜 拜拜